判断他的性别 那你要这个 这个身份字号的第二个字 我只要第二个字 那你该怎么做呢 那你不可能说你自己用手动的 手动判断 这个是男 这个是女 当然不ok 所以用什么方式呢 第一个你要知道有一个函数叫mid 其实mid 那当然如果说你一次没办法做完 没关系 你可以分两次做 比如说你第一个 这边当然你最后做完是 先判断第二个字 是1或者2 如果是1的话就男生 那反之就女生 那所以假设我今天第一阶段是先切第二个字的话 插入函数 我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文字里面的那个mid 那个mid的函数有没有 接下来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的文字在哪里啊 那我给他 再来第二个问题 你从第几个字要抓几个字 所以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要几个字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最后呢他会返还给你就一个字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一个问答式的 所以以后你这个函数反正就是给他该要的东西 他就会回给你你要的结果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结果对还是错呢 其实各位可以看那个下方这边 会告诉你他给你的结果 就是从第二个字帮你抓一个字 那他如果说有的时候 你一下子没办法做正确没关系 你就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也是最常犯的嘛 问题就是说 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前后是有什么 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 有跟没有 是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看起来在esail里面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两个如果要用逻辑判断 就不一样 OK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你回来是1 可是当你像他填满 当然1 2 这个不是我们要 我们要的是性别 所以怎么办呢 你假如说你一次没办法做对的话 你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先把字切出来 第二阶段再把什么 这个函数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 再插入一个函数 就是用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if 然后按确定 再把刚刚的东西贴回去 就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1的话 特别是要等于 一般习惯直接打个1 这样是绝对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1 不等于刚刚那个1 前面是什么呢 文字 后面的话呢 你要变成文字 否则的话 它永远都不会是正确的 OK 但是 顺便考试一下 那假如说 老师那我不要后面 我一定要是数字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把前面的文字 强制转换成什么 数字 那需要用一个函数帮忙 哪个函数呢 TEST TEST 刚好颠倒 对 value 就是 如果你今天 要把那个 文字转换成数字 那就是在这边加个value value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颠倒 如果你今天 要把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文 数字 转换成文字的话 那就是刚刚同学讲 那个TEST TEST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 直接后面给它一个数字 没问题 所以转来转去 不过这个观念要清楚 如果你转错的话 那当然就会有问题 这个是额外补充的 那如果是 这个是男 所以你就打一个男 反之的话就是女 OK 底下的话呢 就是再打一个女 那就可以符合我们要的条件 OK 好 那它会自动帮你加那个双引号 按确定 直接下下填满 就OK了 如果说你不加value的话 记得怎样 你就把那个前后 再加上双引号 不然的话你永远 如果假设你忘了加 你会发现奇怪 怎么永远都是女生 因为没有这个 不一样的结果 那你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这个value要删掉 把value删掉之后的话 那记得前后加上那个 就是双引号 就完成我们要的这个结果 OK 然后打勾 好 这样也OK 那这个是有关那个 就是那个 身份字号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 Laps 这个我想Laps 应该蛮容易的理解 就前面几个字 前面四个字 那你就是抓它四个字 两个字 就抓前面两个字 但是问题来了 底下这边还有个 这一题 有没有 称位 这个也是性别在这边 那所以你怎么做呢 第一你可以也是要分两阶段 第一个的话就是文字 里面的什么Laps 所以你就找一下 L开头的 然后文字在这边 取几个字呢 取一个字 OK 然后按确定 称位 称呼就有了 那再来的话 姓就有了 称位 就是说它后面的那个 就是 是先生还是小姐 所以你可以怎么办呢 end 串接 串接呢 那根据什么 根据性别 所以你后面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 请各位注意 如果你前面已经用过一次函数了 如果你后面还要再用函数的话 记得哦 不能够再用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行的 用哪一个呢 用这个箭头 如果你第二次以后用 要插入函数 请注意哦 一定用这个箭头 它就会帮你加到后面 否则 如果你用这个 它把它盖过去 所以点这边以下 如果 if 这边刚好有用过 if 什么呢 什么条件 这一个 如果等于什么呢 如果等于男的话 那我就 打一个等号 然后 这边 加一个双引号 如果等于男的话 这是一个条件 那 撑 这后面的 就给它一个先生 反之的话呢 就是小姐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OK 特别注意哦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加到后面 其实 再复杂的 函数 特别注意哦 这个小箭头 还蛮好用的 按确定 好 这样往向下填满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我想 应该 比较基本 常常都会用到 然后 right 我想各位 自己再试试看 那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自己再试试看 那最后呢 我们回到 那个综合练习题 综合练习题 最后哦 我如果要把它加进来的话 该怎么做呢 其实这边的话呢 呃 请各位先把那个 right 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 身份字号跟 laps 先完成 那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手机这个地方 该如何做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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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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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